我 看老干爹 这边会先选 就是萨米拉其实加伟也是不怎么玩的 也不怎么玩 卡莎 奥拉夫 颜确 很多OK点都放出来了 报告与杰杰之前玩的把换位也很好 这感觉现在老干爹的思路就是先跟你做一些衣裙的交换 对吧 把强的都放出来 尽可能大家都能选吧 那我感觉卡莎或者奥拉夫 奥拉夫 奥拉夫 奥拉夫还是最强的 我记得之前 杰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奥拉夫绝活哥呀 是 对吧 刚来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那会他的奥拉夫就是有一手的 更何况现在这个版本奥拉夫就是现在版本的T0级别 是 还是卡莎 卡莎必须给加伟先选 给加伟安排一下 先稳定走一下 嗯 而且这把恶飞流四也翻了 对线起码不会太难打 对 这个BP感觉计划通 来 再给Uni5搞个左一 这把左一也有点这种一抢代班的意味 对 上一次打Foundclass 那把输了 那把输了 前期很小 得到大大波团 哎呦 好大的一个好大的期 好大的期 太一击会不会选撒米拉吧 撒米拉牛头一起拿 而且其实Viper是有霞 然后我觉得这个版本霞落也能玩 Viper的霞也是在世界赛拿过武杀的 当时打IG的那一场 在上路河道大龙坑附近 对吧 那个霞也是武杀的 那个版本其实霞也很强 对啊 Miko的女坦 老干天这边亮出了瑞尔 这个英雄 其实现在LCK拿他还是搭档这个 沙米拉 对 经常能秒一嘛 那其实这英雄对线还可以 就是打算太笨了 这个就 一般选到这个英雄 现在大家都心头一紧 就有点难受 胜率实在是有点太难受了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赵俊明 我觉得这个英雄 他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呀 就是你觉得他今年这个 为什么胜率是这样的 他被削了呀 呃 就除了 但是你说这个版本 挺关键的被削了 你觉得很关键吗 这个削落 对 但是 我觉得他的强度跟之前世界赛那个版本 就是装备美感之前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啊 就跟其他打野这样的地方 主要是现在奥拉夫太强了 有了可血之后 主要其他打野出的装备不一样了 嗯 其他打野伤害变高了吧 脑干那边还是发条新德拉 这样一地记最后一手 先搬掉了之前 赵俊玩过的辅助 射击 射击 最后一手在想 搬个牛吧 怎么样 那之前他是没有玩过的 那你要是 牛头说实话 他在考虑 他在考虑 对牛头是真的可怕奥拉夫的 感觉选牛头 奥拉夫乱砍 那最后还是 搞了个纳尔 但是 除了牛头好像也没什么好辅助了 垂石 垂石 垂石不错 有垂石 但是垂石也是被奥拉夫乱砍 哈哈 但是但是好一点 还好 一个灯笼能救队友啊 牛头就真的没断 自己会被乱砍 就还是被乱砍 要比牛好一点 嗯 比牛稍微灵活一点 是的 而且前期对线日女 是有一定操作空间的 对 这样 看一地这边 现在差两条单人线 中路来个发条稳健 没有发条了 只有这个维克托稳健了 维克托稳健了 差不多的 差不多 这两个英雄都是中路打钱吗 对 那你说上路这首先打什么 圣江哥不怎么玩青钢引 之前 建模 电 凯南 哦 建模 电现在0%胜率 但是其实 虽然说他胜率0 但是先选凯南其实没有多大问题 好吧 哦 英雄还是能选的 建模 哇那一地级整个阵容好扎实啊 靠到这边 鱼没了 来一手杰斯 来一手杰斯 跟左一组成双Poke 我觉得这比青钢引看起来要稍微的简单一点 主要杰斯这个真的很要打野去帮他 哎 这把其实 你别说他选杰斯的话 他可以吸引奥拉夫的仇恨 感觉他忍杰斯 这奥拉夫就 就会抓他 狂抓他 应该是 把队友扛一下压 不过杰斯确实跟左一组双Poke的郑荣耀 前期发力更猛一点 你选青钢引有可能拖不到 有可能他打仗没了 我是觉得可能老干爹 这样选 自己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这样的节奏吧 平队现在有点担心 我觉得他们还是打一些偏后期的会好 就你觉得选那种先发育的 对 其实南加这点也不用急着先选吧 出一个设题 那一地级这边的阵容 张志明怎么说 一地级这种就 挺好的 很常规 主要是左边也会带进化 隧道里不好打 就只能打打前 对 隧道打也可以打 来了 电行左一 配合上的是 傅系的小兵驱志 跟十年九聚补技 维克托这边也是选了艾黎 伊丁基 加油 伊丁基 加油 伊丁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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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现场的粉丝 我去换一个扫描 把眼前插在线上 看一下福恩啊 都都还挺正常的 都挺正常的 没有很奇怪的 抓子吧 感觉都会被推吧 就除了上路 我随时搞了个表 防一波 要不要入侵 好像两边都没有想法 姐姐要去单开蓝了 那下路有一个线权 两边好像都是要单开 奎这边好像是要选择单开红 诶 靠子这边竟然坐个眼吧 有没有人发现 看姐姐 应该是大概知道的 大概里能猜到这个 对 你看那个 主要看要那也没有看到杰斯吧 杰斯没有贴边走的话 应该是看得到 贴边走就看不到了 哦 好像没有这个情报 不知道 嗯 反正两边打野都是单开 然后从上往下刷 诶 中路这干嘛了 应该是垫了两下 一级消耗了一波 我也还行吧 UNIBOY这边 要还没磕的 又要再来一下 哦 对 我好像有点难受了 有点痛啊 他这个因为艾黎加上那个 胶灼 就很恶心 被垫倒一下 他应该是最冰箭出来之前 就被垫了一下了 是 然后感觉上线又被垫了一下 是吧 直接掉了30%去 对 下路对线老干爹先抢了个 我垂直前面打女毯还挺好打的 假了个火箭腰带 三四级前吧 感觉等级上来就不太敢压了 嗯 特别六级后吧 六级后就完全不敢压 这边老干爹前期视野布置得很不错啊 完全知道姐姐的动向 刚F6的眼又是发现了姐姐 是 这波也拼了信号吧 大概知道姐姐现在正在刷这个红buff 这把老干爹前期侦察做得不错 嗯 加尾应该插个眼 防止一会从这个石头人刷完 直接三脚草过来 那这样子的话 感觉南枪有可能能控下和线 其实这个点也会被鱼坦排掉吧 这比较明显 但田野也是带着一个赏描的 看下葵这边要不要选择控双和线了 这里吃完直接去上路 这边留个陈键是有机会控双和线的 对自己家的杰斯和左移推线都推得 非常的深 都推到塔下了 但这波奥拉夫出来之后也是直奔上半局啊 帮忙推一下线是有机会的呀 直接AQ了呀 对AQ啊 好兄弟不干这种事情的 这不是好兄弟啊 他万一AQ这远程命部全叫他吃了 其实没关系啊 10块钱一个 吃了就吃了呀 对啊 就只要直播能快点过来 不过也行 也行吧 这边葵前期优势很大 也去 还有个陈的可以交陈 我甚至不交 省一个陈 是 导弓拉到直接使到进化解完 还是没Q到有一个进化的韧性 交双闪交三闪 最后一下点燃 豆腐术 而且这个勾很关键 加血的治疗之后 加血的加速之后 都是让夏拿到这个人头 而且随时这下闪 也什么都打不到 哇 这波EDG下路打得非常果断 是外面的倒钩掀中之后 背后立刻接控 这老干爹对线还是出问题了呀 是的 毕竟 毕竟上单转的ED 不是专职打下路的 哎 这波其实有点可惜的 随时那个勾子 我都以为就到了 但是被加血的加速给 追上了 哇这波这个羽毛是怎么勾到的 看一下这个E 看一下 感觉加伟失误了呀 哎 这太 哎呦 这个 这有点太 太 不小心了 这样子被杀 有点尴尬 对 你要说什么 他一闪把你勾到了 对吧 那 那也是对面操作的好 但是走在路上被勾了 他走到那四个羽毛中间 可能觉得在羽毛中间不会被倒过吧 好 UNIBOY这边把线控到自己塔下 我视野确实还挺好的 把玩家这边 这个演员也是制造了 槽里控制守卫的 Scout也是经典打这种 打野不太好抓的英雄 又不学历场了 MACO赶紧过来帮忙推一下线 这我感觉可以找机会在小龙 半点试啊 EDG 可能还是想等 阿拉夫六级吧 嗯 那再等一手 但现在对于老干净来讲 这下路好难受啊 这两个闪现都交了 女坦一会儿倒六 感觉又很危险 甚至都不用倒六 我感觉被指到就要出事 嗯 不过 杰斯很出事 杰斯知道打野 他也一直在下跌的 杰斯很爽 两边都在小龙这边集合 这把老干净视野确实不错 但是 真的要打是打不过 对 你打面对一个 只是知道这个情报嘛 这样的阿拉夫 是没什么办法的 杰斯是把对线对得很好啊 对 三人压制了一些补刀 三人压制了一些补刀 哎呦 又是一个 对强化Q 我顺强哥其实自己裸了一个铁板鞋 问题也不大 可以利用这个多蓝盾和被动慢慢吸起来 姐姐很想动这个小龙 但是看到南枪了 这位置中路的话 左一是能够先支援的 其实南枪是快六级了 感觉可以去中路吃破经验 你们怎么老想让南枪去中路吃线 其实南枪吃中线对中 是好事情 就可以带着中路一起动 对啊 因为中路也能动了嘛 嗯 对 这样要打小龙嘛 他好像是看到奥拉夫B回去了 刚刚 那个眼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奥拉夫 他直接动了 嗯 这波动了 也看到南枪在打 这波龙感觉是要被老干净打下来了 应该是有了 嗯 这把 回前期节奏很好啊 嗯 因为他其实 如果刚刚往上面 他如果前面往上路刷的话 这个小龙会掉的 会被偷掉 他就硬在这看着奥拉夫 然后把你奥拉夫搞 等回去 对 我也什么都不干 那你走不走嘛 对不对 你一走我就打龙了 感觉这样打杰斯 确实也是最舒服 杰斯反正两边打也都不用来 而且虽然说加文 他过来一到了 二人摆没摆走 很危险 道河拉夫应该是没了 人头之后还是被Wiper拿到 但是你这下路对线出问题了呀 我前面刚想说 虽然下路被限杀了 但是舞刀还可以 稳住了 然后甚至直接被指到了 很尴尬 而且折磨进化就差一点点 说实话有进化也倒了 也会被追的 对因为你被指到 然后解掉日女的Q进化之后 其实没有用 还是会被追上 好 锤斯没有在AD旁边吧 摆不开女坦的话 就会被追 这把怎么办呀 老干爹的下路 封掉了 平队怎么办 怎么办 跟善把一样吗 去团队一点打个先锋 好像是唯一解了 是不是 打一个先锋 时间到了 给卡莎吃一点经济补一下 这把上中是有限权的 南枪回程出来一起控先锋 有说法 主要下路这样队 真的是打不过 Q一段 Q两段 拉回来Q三 再戳一刀 这模式直接把杰斯打到三分之一血 杰斯补给不多 这瓶药喝完就没了 这把杰斯还是出女神类的 其实现在已经比较少了 这种 也是为了提升一下自己后期的伤害吧 就先出个女神类叠着 后面再和摩切 这女坦6的垂时都很可能死的 是吧 UNIBOY感觉得稍微动一动了 哎 这车没捕到是吧 好像没捕到 啊 这把伤害靠路线队的确实不错 压了20刀 嗯 重点还是不怕对面奥拉夫把前面 打野的位置已经冰住了 知道对 那这波是要去支援一下 姐姐好像动起来了 对的 看美可的位置了 那这个先锋一滴机应该是拿到了 嗯 女坦先过去一下路卡莎这样过不去啊 那这样姐姐应该是还在打 斯高特也过去支援一下 而且这边好像知道南枪会去呢 拼了一下信号吧 对 杰斯也闭了 呃 线也就吹进去了 这样 下午前锋应该是可以冲到下来 睡到了 有进化 南枪过来 哇 好快的进化闪现 直接DF2连 看到南枪一过来了 看到南枪交闪了还是 是南枪这波想闪现 直接 一个QR 对 直接 直接爆杀 嗯 反应还是很及时的 哇 但这个蟹感觉又要被南枪吃掉了 哎 真的吗 剑魔过来 剑魔过来 保一下 继续吃 垂师来晚了一点 他感觉这一这一波老干爹好亏啊 好亏啊 就因为南枪这波什么事都没干啊 他把闪现交了 还是应该去上面吧 去下路看一下没什么用 去上面其实有机会打 就打三倍三的话 我这把老干爹的上中两个人 对线是真不错 但下路裂了 大地下路说实话 被限杀两次了 一个狂风之力打一个箭袋 回去补装备了 说实话可以尽力了 也和他没什么关系吧 主要都是限杀 和打野都没什么关系 给自己撒个救赎 这一波老干爹下路就要更加小心了 那一滴机就跟你发育了呀 Viper已经一个狂风在手 被开就要死人 这波有双招感觉 能坚持一下 欠死自己的垂死得也小心一点 我觉得 垂死很容易死 我觉得家伟还好 对 哎呦又勾到了 我觉得下路 迟早要掉了 这样的情况下 有点折磨下路 有点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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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又移了一下 你耗血 那主要男枪不好帮啊 感觉帮了自己 被开到 我是感觉三个打不过两个 对 有一点 对 来了看到个事业 如果到过高的个好的话 只能过来轻轻视野 奎过来帮忙做点视野吧 你看这两个都没在怕的 这两个看到男枪 直接把阿拉夫叫过来了 说是男枪自己也没有闪现 被日女开到自己要被秒的 直接顶上去了 阿拉夫一来 感觉这波节节都 可以跑过来直接放先锋的 下路感觉 哦还是要回 没有给先锋 因为小龙要发新了 对对对 想打小龙 先让阿拉夫在这里站一下 卡莎这个装备跟对面ED 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了 嘿 但这波EDG得等自己家中单 建模先走下来了 看一下 这波是圣枪哥的一个提前支援 被UNIBOY看到了 Skout这波回家是捕了一件 神话的UNIBOY自己得回家呀 这波感觉要放了 对要放 杰斯是没蓝的 让杰斯去发育是 对老白脸最好的选择 对杰斯吃吃度成吧 是的这波让了让上路发育吧 但EDG这个龙得快点打 其实感觉刚才第一波可以直接打 这个冲过去 他们拖了点时间 稳了一点 稳了一点 嗯 多浪费多浪费了三十秒钟左右 嗯对主要是让建模亏了一两波的线 这吧看一下杰斯有没有声音啊 感觉发育非常的好 没有蓝了 直接 就最肥的吃 而且 让他自己吃 辅助是没有分到这波前的 是 嗯 这边好像已经抓到了 弗兰索这边 直接开大面 被烟雾弹减速 追着 哎 南枪是没闪的 弗兰索这边想过墙闪 闪走之后 南枪一个大 应该是没有大盗 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弗兰索是往上走位 躲掉这个出去爆弹 并且配合四号的过来 还要做反打 先把这个蛤蟆想抢掉 但这边南枪一发 现弹枪平也给收掉了 这样 蓝吧 我还 哎 哎 下个给你 下一个 你帮我打一下 下一个给你 没有问题吗 不 我怕南枪抢了 问题不大问题 那边没有视野 卡了一个石头 我怕南枪抢了 哎呦 下路的先锋 还顶到了第二下 嗯 很赚 很赚 那杰斯这样过来 扛压了呀 说实话我觉得老干爹 正好上下换一下 我也是 现在杰斯很肥 要让杰斯多发意一会 这样其实有点像前一场比赛吧 有点像RW的那个角色了 现在不能让这边老干爹 carry点去上路队啊 要换过来了 但是这波感觉反应有点慢 这换的话这个塔不是白给了吗 对啊 就是白给了 就反应太慢了 这边在下路你也不可能约他吧 打也不在 想约圣强哥 圣强哥没闪 哎呦没勾到那没什么机会了 他勾到这波可能会被阿拉夫追过来 南枪也来了 这位置感觉三个人还是想动圣强哥 圣强哥先往后撤 8级南枪没有神话 感觉伤害也不太顶啊 南枪这边打的也比较犹豫 没有直接上 那应该是换一个塔 他其实有一路线老干爹是没有吃的 上路是白给的 但这样换塔 感觉老干爹就很灰 对因为一路线是空的嘛 而且上路直播兵线好像还能够推进去 那解释优势将会没 石头人又被侠吃掉了 但这把家伟的补刀真可以啊 真可以 死了两次的情况下 这个刀还是补的 如果后二十刀 对吧 没有绷好吧 起码现在还是能玩 看一下自己的狂风什么都补出来 这波回家应该是有了吧 这波应该是有 很久没回家了 感觉拿个狂风 哦没有出狂风 这把出的海妖 可能感觉自己伤害不够 或者感觉 海妖稳定了 他上一把比赛也是出的 对他比较喜欢海妖 我想说一句低情商的话 说 可能感觉按不出来 毕竟不是打AD的 对 因为其实我出狂风可能也有点按不习惯 就不是说按不了 是不太习惯那个动作 但还不如出海妖稳定 对 只要凭A就能有额外伤害 第二只先锋刷新 EDG这边 所有人都在先锋附近 身强哥是有TP的 那如果要针的话 杰斯得TP过来啊 老干爹这个位置 感觉没视野 现在不太好针 其实有点想针 是不是要看左翼一个E 没有E 能不能先手打点伤害 哎呀顶过去了 总团战直接打起来 老干爹很难打的 但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剑波 可以TP绕后的眼位 就在F6的位置 对 而且杰斯这样先过来Poke的话 不可能针啊 还是放不掉了 不要了放了放了 EDG也很喜欢你这种 让的行为 开心拿下 因为这边要打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稳 两边都不想打 还有中途塔是学比较多 下一条小龙还有一分钟 老干爹 感觉真的 给让杰斯过来打团啊 主要是你这个双Poke 现在一直 没效果 对 增不到地图资源 这个双Poke选择效果 就太差了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杰斯这个装备 应该有伤害 我也觉得够 就这条小龙吧 老干爹这波得 先把四野站好 然后把位置站住 让锤斯跟左一 还有杰斯这种 找找机会 对 如果再这么 让资源给EDG打的话 他们这个阵子往后面打 没那么好打的 是 隧道了 但是好像刚才 飞行已经拉过了 所以没有 没有办法再交这个折返跃迁 直接左一线是不要了 直接要赶过去 直接过来针 很聪明 先把草卡住 烟雾带在消耗 Skart这边身上 还有一块饼干 这个选择要不要 把饼干直接吃掉 看他确实 勾跟左一的睡了 睡一下 没睡到 但是把这个路口给封住了 要不要直接动 剑魔已经是回过家 又跑回来了 我觉得老干爹 有点犹豫 不能动这个龙 得先Poke一下 勾到了 但是开不起来 反而是Meko回生一个大 闪现纸 没有指到人 正面的话 南枪流出了对面的上野 但 剑魔流到对面上野 但是被打了一套 正面一勾 逼出了霞的阿翼 霞这边一技能勾到Chance Chance这边往后拉 是没有闪现的 南枪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左一在乱举头中 一个翠圆气泡 睡到了霞 但霞这边在龙克里 没有人管他 一个一中狂暴 往后拉一下 再一个一闪 被卡莎给击杀 但南枪这边 也被击杀 砍在那边残血交闪 出来之后 这波团队打得非常乱 剑魔还在上面 刷新了自己 大面的循玉 然后出了杰斯 一着猛砍 砍出杰斯一个闪见 这个龙克里 只剑下左一一个人 被这波回生 再一个Q2击飞 哇 这波虽然是 捷径全力击杀掉了霞 但是弗兰朵 这波给他砍起来了 这波老干爹有点可惜了呀 我感觉还是一开始 左一个人 随时都没中 对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随时这个 随时这个闪现有点着急了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打反手就好了 他不需要急着去开 就还是等对面冲过来 他就去开吧 虽然说他闪现 勾是把Viper这边 闪现给大招给勾出来的 但自己也直接被秒了 对 但作用其实不是特别好 男枪 没血了 这边缘是被Bandle打没血了 就其实这个位置 随时不往前伞 对 这位置卡的还可以 然后再poke一会儿的话 说不定有机会的 而且是女毕坦没有大招了 哇 这男枪其实也挺失误的 他直接被霞打 一勾成了这个血量 霞临死以前是来了个A1伞 你看 这个A1伞 把AO1打满了几乎 而且家伟也是被打弹了 是 卡莎 然后就是剑膜在下面 砍起来了直接 卡莎死了之后 弗兰朵这个大面 又延长了持续时间 还是一开始那个位置 着急开了 我觉得还是打团 老刚才有点粗糙 对 真的有点粗糙 这个团战 其实可以不开的 对于女毯已经没有大了 还是在poke一下 不过这也很常见 就是老师看到机会就想开嘛 嗯 很多队伍可能处理一些poke阵容都会有点糟糕 太急了 一技能拿到这个人头 这控制拉满了 嗯 Mako也是很贼 上来这个一技能就是胡椒 一直长的 对 一直等到第二个Q好 跟第二个Q打了一波控制链 主要女坛也是在 两到三年前的一次加强当中 把这个Q技能CD捡得非常短 对 一级开始就很短 一级应该6.57秒吧 这么精确吧 差不多吧 这小时点后两位了已经 可能会点点减息D 那现在这个局面对老刚才来说就很难受了 是 我觉得这两个人要抓他甚至都打不过 而且这两个人要抓剑魔有7的 刚那个位置是 看他交TP了 剑魔踢了 踢下来 维俗罗先反向闪 裹了一勾之后 先抗死一个Chance 剑魔下来追着南枪 南枪交产出发灵光披风之后 剑魔这边回车才解决Cout Cout的这边又被打着 他剑魔一个闪现 配合着维俗罗的伤害 没有杀掉Cout 反正Cout的打出现在某种之后 往后拉开了恶火速链 那这样双方打成一换一 刚才南枪还好是有个闪现 完全搜了 是 然后锤斯这样的情况 真的不好去勾 下位没有双招不敢上来 要小心被 每一口的大招打中 女塔这边还是有大的 打中就得死 二塔直接是被 一击击双人组拆掉 感觉老刚才进入一个就是 慢性死亡 落后想找机会 越找机会越落后的情况 无限循环 是个锤石真不好找 除非是个牛吧 嗯 他用的是那个 散野皮肤 散野皮肤 是不是 是很强 这想到这个皮肤 就想到小散 对 这样是一滴机 肯定给你拖啊 这反正中单是维克拖 可以就很拖 就很拖 把霞装备也很好 小龙又要快刷新了 老格丽要不要 哎 我觉得要么就来打一波吧 这个阵容往后拖 说实话真打不了 尤其卡莎发育还不好 对面这波装备都成型了 AD三件 但是你再拖 别人四件你三件 也是一样的呀 对也是一样的 就还不如两件打三件 还说不定更有机会 还在看怎么打吧 如果着急开 可能跟上一波还是一样 就不开吗 但如果能够先poke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点机会的 这波老干爹提前过来 poke一波嘛 看一下左翼的一啊 哎呦 这一波命中的沙拉夫 这两瓶血 诶说实话 这个位置有一点稳健了呀 可以再往前靠一点 嗯 键膜绕下来 这不敢下去啊 哎 结束这边失误了 被打了一个闪 哇 这波直接是走到了一个奇怪路口 那又要让掉了 这就很尴尬了呀 怎么办 让了吗 只能让啊 中路加尾在新线过不来 那给了吧 现在这耗着也算浪费时间 但时间已经浪费掉了呀 来回自己野区把野刷了吧 怎么办 只能等对面打大龙抢一下 这感觉现在 你的风格是 不太会给你那种 打大龙抢一下的机会吧 等一个 等一个兄弟 好像没有兄弟啊 没有兄弟啊 感觉过来也去睡 没有睡到 运尼博爱这场 感觉这个催眠泡泡的命中率 也稍微低了一点啊 是吧 确实正面还没见过他数个人啊 嗯 是吧 杰斯出的装备也是打团装啊 没有出一个重伤来打对线的话 那对线这边也不好单单杀 只能压线 我感觉这边是 现在维持是一个重伤的没有 这个建模吸的有点爽 垂时有个点燃 嗯 一个点燃 然后其他阿拉夫也能吸引 那是比较难打的 诶 上面这边应该是这波睡到了 打了一套 对 哎 可惜了 没给镜头 很难受 第一次睡 诶 诶 但是吸血很高 美鬼赶得过来 要被空了 劫子没有闪现 白分之间收下这个人头 靠着年轻了呀 中路有限权的呀 肯定是对面双人住先来 说实话 没有重伤 这边是顶着对面视野的 哇打红的时候看到对面顶着视野进来 直接一个一闪 这么果断吗 直接一闪到脸上 把家伟打傻了 这波 又加小也是一个惊叹的表情啊 这波家伟人是傻了 贵贵 闪现都没交出来 那里有个真眼 到处都是眼 这就是克金的魅力吧 这就是SSR嘛 这就是SSR嘛 闪现只指道 奥拉夫闪现下来 太阳要把定住之后 控制链接死了 那这样大龙应该还要继续打 哇 刚才这样家伟真的人傻了 直接 而且是没有侠的视野的那波 对 就是一个一闪 这样大龙拿下来 25分钟 一滴级已经领先到了 7000块 刚那个镜头 看选手的第一视角应该很帅 对 刚才那个镜头其实真的 没有Wiper第一视角 摸黑直接就过去了 这主要会让我们很意想不到 因为 我们可能能知道这样的人杀 但是他是看到 家伟的第一瞬间就直接意想过去了 他是在上帝视角的一个决策 对 我们是在上帝视角 但是他是在看到的一瞬间 他就觉得这样 你看 直接很果断 而且他有一个QQ Q到墙外面了 是前面这个草丛有眼 对 是啊 对对对 是前面 而且 我听得他打红他有一个QQ到红帮外面了 让他觉得他可以这样玩 哇 这真的有点帅 这波明天我感觉 跟恶飞流失的五杀一起可以都进Top5 可以的可以的 对吧 这波真的太帅了 主要帅到了 主要家伟这把感觉 又难受了 被当背景板了 哎 这位置走脸了 有闪现的 有闪现 大招 减住到了杰斯 杰斯竟然被打一套 盗口定住 被Wiper点死 正面阿朗克拉尔接亲进来 有点怪乱举手中睡到Metal 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跟伤害了 卡莎 R进来被科学弹幕吸了一口 还好有收集者 怎么没有收集者 感觉他要被秀了 在正面弗兰朵砍翻两人之后 下面他次高的也收掉了进场的家伟 而剩下满状态 Wiper的侠还在疯狂输出防御他 一路至少先吹掉 能不能一波 还要看接下来EDT的选择 应该是想一波的 美口过去捡到了这个吹圆气泡 但是已经问题不大 普兰朵是回家 只能踢踢过来 应该直接踢这个兵线 可以一波 有力波一个人守不住 甚至要被杀 哇 淀粉狂洗 上一次看到EDT 27分钟终结比赛的时候 遥想单当年 是的 哎呦 还要杀 还要杀 这样我们恭喜EDT第一局 以非常大的优势 拿下比赛的胜利 而确实我觉得就像皮野铃赛前 苏带就是老干天这队伍作为一个 比较年轻的阵容 他们在决策上 以及 这就是从对线开始 对线 特别是下路的一位吧 其实还是走了一下 又回 又去下路了 去中路 这场 COT也是打了全场最高的伤害啊 但是确实在局面上 老干天一直是比较劣势的 没有什么机会 这边其实也是打不到输出 打传其实都是一碰就没了 是的 所以说南枪这个英雄 感觉还是不太行 你看他们都要先搬 太拿了 太拿了 我觉得这对加油量太拿了 这卡莎也可以吧 MVP也是搬给了WIPER 516的数据 4725的结束时的对位竞技差 同时有一波非常帅的 打红的时候的一闪声东击西啊 直接是一闪把卡莎拉住完成击杀 这照片拍的也很帅 今天这前干把其实就是AD位的差距很大 这版本ADC强啊 这版本AD太猛了 对吧 一样是领先4700 好像林伟祥那把也是4700 就这版本AD感觉比原来的地位要重要的多 对 高的 哪边ADC肥 哪边基本就团价很好打 而且ADC肥很多时候就 决定着你在地图资源上有绝对的领先 是